1854年,乐剧艺人李文茂响应太平天国起义 在佛山金堂古寺率领黎原弟子编成文虎、蒙虎、飞虎三军 清政府消灭三军势力,火烧穷花会馆 进演乐剧十五年之久 乐剧解禁后,黎原弟子组成了乐剧同仁的新组织巴合会馆 他们通过一演的方式筹募经费,兴建会址 并在1889年广州黄沙旧地海旁街落成 并按照艺人的行当,编排居住在不同的分堂 当时表演角色分为五声、正声、小声、小舞、总声、公角、正弹、花干、静和丑十大行当 1912年前后,乐剧演出基本用广州方言 表演体系日趋完善 开始在邦惶中穿插民歌小调 改假声演唱为贫胡演唱 20世纪三十年代 以薛决仙、马师曾为首的一批艺人进行改革 形成乐剧史上薛马争雄的辉煌时期 20世纪三十年代是乐剧发展的一个高潮 当时除了演出的语言全面采纳广州方言 替代了昔日的舞台观画之外 大量新的剧目涌现 也使得乐剧的风潮延伸到了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 马兰西亚、泰国、柬埔寨、印尼等地 也为乐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